深植人心的音乐才能 看为观止的爆发力 与浑然忘卧的专注力 这是德国指挥家 根特克比锡对他的肯定 他是卢家慧 卢家慧淡水三只人 还在胎儿时期 他就孕育在母亲的钢琴声中 出生后自然而然的 他也学习钢琴 卢家慧有天分 从小到大都读音乐班 而且是第一志愿 然而母亲的严格教导 却让卢家慧对钢琴 又爱又恨 我小时候为了逃避练钢琴 就一想天开的拿快干脚 把十只手指头给绵起来 然后还有一次把衣服脱空框 跑到冷气机前去吹 希望赶快感冒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练琴了 叛逆的他 甚至曾背着背包 离家出走 然而到了晚上 他却想练起钢琴 最后只好又背着包包回家 就这样 每一次的抗议与叛逆 让他与钢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而他的钢琴造诣 也不断更上一层楼 石大夫中毕业 他一个人来到美国的音乐学院 攻读钢琴演奏 来到自由的纽约 他的自主意识抬头 青春奔放 他不只学钢琴 还学声乐 他也学游泳潜水 爱好运动 他张开双臂 拥抱各种刺激创作的能量 其中 让他深深着迷的 就是服装设计 当时我在纽约 报了一间很有名的服装学院 叫FIT 我上的是在职进修班 我的同学大家都好厉害了 都已经在工作 而只我一个人 完全没有实物经验 家里也没有缝纫机 我连车一个领子 都被老师推荐三次 每次到期末考的时候都临时赶工 车到晚上这样在学校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像很辛苦 可是过程还蛮开心的 然而 一天深夜 他缝完衣服 筋疲力竭地回到家 却望见躲在角落里的钢琴 手轻轻一摸 都是灰尘 似乎在向他表达沉重的抗议 看着我的钢琴 我突然觉得好难过 我许久没有坐下来好好练琴了 我就在想 人为什么不可以什么都学 什么都做呢 可能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 没有办法 可是就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我才真正明白 原来钢琴才是我的最爱 他放弃服装设计 重新拥抱钢琴 从然对钢琴的热情 而且更加坚定 1998年与2000年 卢家慧陆续取得学士与硕士 2001年 他获得纽约两大奖项肯定 并且受邀于纽约卡内基厅演出 2003年更在林肯中心独奏 备受肯定 他不仅受邀到意大利等国外及音乐节演出 回国发展之后 他定期召开独奏会 与国家交响乐团等各大乐团合作演出 他的尝试也很多元 不仅演出古典曲目 也有国内新创的首演 更尝试自行改编钢琴曲 他不仅演奏及教学 还从琴剑上飞舞到其他领域 他参与白露斯文教基金会的会晤 推广台湾文化 此外还担任音乐会主持人 采访国际大师 并为音乐杂志撰写乐评 出版书和专辑 也学习舞蹈 每跨到一个领域 都让他体会更深刻的人生面向 有助于诠释音乐的深度与广度 卢家慧之所以能展现迷人风采 积极而活跃 能量都来自于钢琴 我可以肯定地说 钢琴是我抒发情感的最佳对象 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回顾过往 卢家慧才明白 从小到大 每一次的叛逆与出走 都是为了回家 而钢琴就是他的家 那一部分的叛逆与出走 的阅子 也许之后 我应该把纫逆与出走 的阅里面